大家好,我是小安。 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每天为您分享养生知识, 为您的健康添砖加瓦。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年纪大了,很多人总感觉双腿发软, 走路时使不上劲, 走路就跟采棉花一样。 双腿对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人体的承重强, 人50%的骨骼和50%的肌肉都在两条腿上, 所以平时我们要多补钙。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营养补钙汤, 让你的腿骨坚硬有力, 走路轻松,身体强壮。 我们先来准备适量的赤小豆。 赤小豆是一种富含钙的食物, 有益于缺钙人群, 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 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等一系列健康问题。 而赤小豆中的钙能够促进骨骼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可以有效预防骨质疏松。 吃药豆中还富含铁、 新等微量元素。 不仅可以帮助人体吸收和利用钙, 还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促进身体新陈代谢, 延缓人体老化。 再来准备适量的花生。 花生俗称酪花生, 具有滋补益寿、 长生不老之功效, 被人们誉为是长生果。 花生和大豆一样营养丰富, 是一种高蛋白油料作物。 蛋白质含量可以高达30%左右。 营养价值可以与动物性的食品, 比如鸡蛋、牛奶、瘦肉等媲美。 且异于被人体利用所吸收。 此外, 花生当中含有人体必须的八种氨基酸。 丰富的脂肪、卵磷脂、 维生素A、维生素B、 维生素E、维生素K以及钙、 磷、铁等元素。 所以我们经常食用花生, 可以起到滋补益寿的作用。 再来准备适量的红枣。 红枣胃肝、性贫、 乳皮、胃精, 具有一皮养血、 安神补脑的功效。 可以用于体弱多病 以及病后体虚的人群食用。 红枣中含有丰富的钙和铁。 具有补铁和补钙的功效。 是适合缺少钙和铁的患者食用。 还有效防治老年骨质疏松作用。 红枣还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功效。 可以有效促进白细胞的生成。 降低血清胆固醇。 提高血清白蛋白。 保护肝脏。 我们再来准备适量的小米。 小米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 具有核胃安神、驱风厨师、解毒脸窗等功效。 小米胃肝、性微寒、龟肺经、胃经和大肠经。 人体适量食用小米可有效帮助改善脾胃虚弱、腹泻、睡眠质量下降等情况。 小米中含有大量的钙质、铁元素、维生素B、膳食纤维等营养元素。 人体日常生活中适量食用小米,有助于补血补钙、改善贫血缺钙的情况。 小米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糖类等多种营养物质。 我们把红枣和小米来给它搓洗一下。 把它们搓洗干净。 再来准备少许的莲子。 莲子是一种高营养的食材,它含有的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还含有一些微量元素,其中钙含量比较高。 平时人们食用莲子不但能补充营养,还能起到一定的补钙作用。 另外,再来准备一小根的山药。 我今天准备的是铁棍山药。 山药是一种常见的食材,对缺钙有很多好处。 山药中含有丰富的钙质,可以有效帮助人体补充钙元素,对于缺钙的人群来说非常适合。 山药不仅富含钙质,还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可以协同作用,提高人体的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 山药非常的美味,特别的好吃。 放在一旁备用,再来准备少许的枸杞。 枸杞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养生食材。 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A,BC等,钙,铁等。 常吃枸杞对人体的好处非常的多,睡眠质量提高了。 如果有失眠多梦的情况,晚上睡前就要记得多吃枸杞。 枸杞对失眠多梦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坚持20天,每天让你一觉睡到大大天亮,每每天都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枸杞还可以美容美颜,常吃枸杞有美容美颜的功效,因为食用枸杞后,身体皮肤吸收养分的能力会极大的提升。 有助于皮肤美白。 来,给它抓洗一下,把枸杞和莲子给它抓洗干净。 现在我们来准备一口锅吧。 锅烧热,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把所有食材全部下入锅中。 给它搅拌一下,开大火帮它煮开,煮开之后,再开中小火,帮它熬煮20分钟。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能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辛苦大家了。 时间到现在,我们这道汤也煮得差不多了,我们把它盛入碗中,就可以美美地开喝了。 非常的简单,健康营养。 我们稍微地搅拌一下,晾凉一会儿,就可以美美地开喝了。 这道汤食材很简单,但是它们搭配在一起,对我们身体作用非常好。 我们常喝这道汤,双腿变得坚韧有力,腿骨也会越来越强壮。 经络疏通,血液循环好。 走路轻松,特别有劲,这道汤非常地适合老年人来食用。 还这道汤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着做一下哈。 好了,朋友们,家人们,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健康幸福,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